北约在26号发布声明 任命荷兰首相吕特为下一任北约秘书长 俄罗斯方面表示 相信吕特出任北约秘书长 不会令北约改变对俄罗斯的态度 北约声明说 北大西洋理事会决定任命吕特为新秘书长 他将于10月1日接替现任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或者将结束其10年的北约秘书长任期 吕特曾表示 俄乌战事是他寻求出任的原因 现年57岁的吕特 自2010年出任首相以来 已连续四次组建政府 是荷兰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 他目前担任看守首相 将在新政府组建后 于7月2日正式卸任 现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2014年上任 因英国脱欧 俄乌冲突三次延长任期 他对吕特的任命表示欢迎 并赞扬吕特是一位强大领袖 善于缔造共识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 佩斯科夫26日回应表示 吕特被任命为北约秘书长 不太可能令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出现改变 因为北约在美国的直接领导下 正在努力从战略上压制俄罗斯 因此北约对俄罗斯来说是敌对联盟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